周三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在出發參加峰會前發表演講 呼籲改革世貿組織對抗中共的經濟威脅 去年 澳大利亞要求獨立調查 武漢肺炎疫情起源惹惱中共 北京當局隨後限制澳洲出口產品進行報復 莫里森重申加速調查疫情來源 據悉 這次峰會還將討論香港和新疆人權問題 新唐人記者 畢新慈 劉芳 綜合報導 新疆人 雖然有固定無碼 新疆人 莫里森不形當局 貴大家尋求